近日有网友发现汪小飞的视频社交号上突然大批量删除了大S的所有相关内容 并且简介那里也变成了小月儿她爸不再提及大S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发现汪小飞的妈妈张兰 频繁给妈妈是孩子避风港的内容点赞 似乎暗示汪小飞身边现在只剩下妈妈了 还有网友称看到了张兰点赞关于儿子儿媳离婚的消息 但后来又取消了点赞 这也再次引发汪小飞和大S的婚变猜测 此前 王小飞突然发文称自己改回原来的名字王少飞 大有重新开始的意思 早在半年前 有媒体爆料大S和王小飞离婚的消息 而大S也向媒体透露两人离婚手续正在办理 并对王小飞的言行不予置评 但该消息爆出不久 大S的经纪人和母亲都表示 夫妻俩只是吵架 没有离婚 而张兰也是多次辟谣两人离婚传言 但尽管如此 两人的关系也是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随后 王小飞在一场直播视频中 透露自己已经到达台湾 同时表示 目前和妻子大S的感情非常稳定 看来两个人的婚姻状况的确是个谜 引发网友的诸多猜测也不意外了